去老挝会不会嘎腰子吗?老挝千万不能去 大家好,我是老挝店长 今天的这期视频是分享给那些真正想要了解老挝的朋友 如果你没有正常的鉴别与判断能力,那就请滑走吧 因为最近在我直播的时候 经常会有很多的一些网友在直播间刷一些词语 比如说老挝不安全,老挝嘎腰子,老挝不能去等等非常多 甚至还有一些人说我们这些在老挝的博主 一味的去舔老挝,说老挝这里好,那里好,没有好下场 真的是有点无法理解 现在的老挝安全吗?到底还能不能来? 不吹不黑,我把我在老挝生活五年的真实感受分享给大家 其实很多人在喷之前,他压根都不知道老挝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可能甚至他连老挝具体在什么地方,他都不一定知道 就只知道跟着网络上的一些节奏去喷 一看到抹三角,老挝这些字眼,马上就发作了,忍不住了 在多南亚这些国家当中 我觉得如果论安全系数,无论是人身安全 还是说在那边的投资安全 我觉得老挝至少是可以排得进前三的 因为首先呢,老挝他在地缘上和我们中国云南省是有接壤的 是属于咱们的邻国 并且呢,老挝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和我们一样 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现在看我视频的朋友们,除了看看老挝妹子跳舞呢 也会看一些关于老挝其他的新闻就知道吧 最近这两年,中国在老挝的投入呢,是非常大的 短短几年内,中国给老挝建成了他们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和第一条铁路 并且这个铁路呢,是直接通到我们中国云南昆明 从这些大的方面呢,我们是可以看出 老挝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 他的各个方面,安全系数其实都挺高的 不过话说回来呢 为啥现在国内很多朋友一听到老挝就文之色略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啊 应该是受了这个三角区域的影响 当然我也认为啊,如果没有足够的分量嘛 最好不要轻易去尝试啊 但是老挝除了某三角那一点地方呢 其实它还有很广阔的天地啊 老挝的首都万象啊 老挝的古都朗巴拉邦 还有南部的经济支柱沙湾那吉省等等 这些都是辩护了咱们中国老乡创业的身影的 在疫情来之前呢 官方的数据呢 就是每年来老挝经商旅游呢 是高达一百多万人次 现在的万象三江中国城呢 也是号称有八万中国人在那边开门做身影 你想一想,要是都不安全的话 这些人怎么敢在老挝这边担任呢 对不对 钱再多也没有命重要啊,是不是 所以网路上有很多关于老挝的传闻 要么呢就是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 就是人云亦云 要么呢就是一些见半仰 他们就直接就是盆子了 在之前的直播当中呢 我给大家有分享过 其实来老挝呢 必要的安全防范意识还是要有的 我总结了一下呢就是三点啊 就是第一个就是不做不安全的人 首先保证我们自己啊 要做正当的行业 比如说我们是过来旅游的呀 来经商的 来出差的 工作的甚至我们是来找老婆对不对 我们不做这个违法乱纪的事情 这是首先第一条,这个是前提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去不安全的地方 比如说你们常说的某三角啊 或者是在老挝这边 因为老挝它的基础设施呢是比较落后的 晚上呢尽量是不要去一些黑灯虾口的地方 在最后一个呢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就是不接触不安全的人 朋友圈还是蛮重要的 尽量的去净化自己的朋友圈吧 这个对于我们的自身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视频的最后呢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吧 因为之前有很多的网友在直播间老师问我 比如说我们自驾来老挝的时候大家都会关注 是不是他们非常喜欢查我们中国的车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吧 因为我们毕竟是外来的车辆 他们去检查呢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至于网络上很多人说他们会找一些无厘头的理由 或者是强行的去索要一些费用啊 这个我在老挝那边把我的生活经历给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我一直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老挝的首都万象 在这边呢不管你是在哪里遇到他们这个查车啊 就是说我们把该有的证件啊给他们去检查 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把该有的证件都得拿给他们去检查 而且呢我们得保证我们所有的证件是合法合规 而且齐全的 然后呢再就是我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安全带呀这些的 不要去违反交通规则 这个是最基本的 有了这些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在这边也没有遇到过 比如说我的证件是齐全的 然后没有违规的情况下 他去强行找你索要一些费用啊 这个是在万象这边至少我没有遇到 关于这一点其实还想说一个就是 很多咱们中国朋友来到老挝这边呢 因为老挝他的路上这个探头啊什么都比较少 而且他的说实话各个方面啊没有那么的规范 很多中国朋友来到老挝啊喝了酒开车啊也是比较常见的 而且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在国内啊憋的是太厉害了 来到老挝感觉就是那个脱缰的野马 平时可能在国内限速啊开个五十四十卖的 来到老挝一百多卖啊随便飙这样的 在老挝这边如果他们逮到了你有违规啊或者是你本身你自己证件就有问题的 开许法单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个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他们拿这个有色眼镜去看人啊 这个不能说没有啊 可能是因为在我们这边呢 被他们逮到能够开法单的这个几率比较大 所以他们后面为了这个提高收入嘛肯定会帮你多关照 关照